現在是誰 張古 張古 南投縣吉吉鎮 80歲的阿公蔣馮榮 早上7點就放下手邊的工作 忙著整妝 阿公蔣馮榮 總是在7點10分準時出門 開啟了她勞動的一天 從吉吉鎮出發 沿著綠色隧道 行進吉吉大山 水裡遊車坑 這十幾公里的路程 阿公蔣馮榮 從年輕一直到現在80歲了 不知走了有多少趟 數十年來卻不曾改變 也總是在7點45分左右 來到了工作的地點 水裡蛇窯 這團陶土 在老師傅蔣馮榮的手中 似乎被訓練得服服貼貼 要揉什麼形狀 就是什麼形狀 這打底的步驟 可是製作大陶鋼的成敗關鍵 困難度可想而知 但這對於老師傅蔣馮榮來說 卻似乎是稀鬆平常 如果長大了 我們去採摩球的地方 去採摩球的地方 就更重 去採摩球 採摩球 整個人隨著沛體一直繞圈圈 老麥的雙腳步伐 卻是毫不停歇 而彎著腰 雙手不斷推擠泥條 胚體就隨之增高 這樣的製作方式 就是最傳統的手擠胚 雖然現在已經大量機器灌摩 但機器做的總是比不上手工 你做的不敢 我做的不敢 不敢 不敢 我爬到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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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使有拉胚機 不過製作大型陶藝時 人得用這種傳統的方式 一來考量拉胚機的承載 其次大型物件 因為離心力的關係 轉動時難以駕馭 因此手擠胚的確是 有它的不可取代性 當然這樣的製作過程 有很多的訣竅 可是說到其中的技巧 老師傅蔣馮 總是三言兩語帶過 這可不是他有意藏私 而是對老師傅蔣馮 而言 這樣的手擠胚 雖然已是一種生活方式 自然到完全不用刻意 當然也就無需表達 我做到很習慣了 習慣了 沒有做到很難 才會跟他想說 要做這樣 一做就超過一甲子的歲月 習慣了 老師傅蔣馮 反而講不出其中的訣竅 但其實這每一個動作都有相當的難度 他光是要一個泥條 在身上這樣走動 所以這個泥條等於像一條蛇一樣 他利用手指的運動 他的泥土就一直爬 一直會走出去的 所以很多人就沒有 要學到這一段技術其實是困難的 一般都是擠一擠一擠 照他土還黏在這裡 要再移動一下 擠一擠 擠到沒有土又移動一下 其實那個不是標準的 能把泥條推擠而出不容易 但更困難的 每次推擠的泥條 不但厚度要一樣 高度也有一個標準 這樣做出來的水缸 才會一樣大小 因此師傅的養成就更加困難 人家說各種倒鐵爐 倒鐵爐 老實在有一個看 就說你要倒鐵爐這樣 學幾天就對了 都沒有土 就要搖鐵爐 搖鐵爐 搖鐵爐 要讓你洗一洗到你洗 洗完之後 才開始可以弄土 這樣你繞起來的東西會更容易 這是在過去的 學的條件 這都是一個要求 有人教導還算好 可在以前的年代 師傅還根本不願意教 我們也充滿了 你嗎 我就是一種 我自己應該是 一個小的 我自己擺過 我自己不想 你去洗個水 我自己一點 我自己擺過 我自己擺上 我自己擺到 我自己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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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擺過 我擺過 老师傅蒋冯荣 可说是在偷学的情况下 学会熟几胚 但感慨的是他现在要传授 却没人想学 没有人要学 这种就没有人要学 咱们就说 咱们就没有了 没有了 贴不贴嘛 要出轮 这种都要出轮 这项技术可说面临失传 因为不再有人愿意学 而师傅也已经逐渐凋零 这项技艺之所以成为细阳产业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陶制品 早就被塑胶和五金所取代 这连老师傅蒋冯荣也差点放弃 做回卡 做回卡总是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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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晚上还没教 晚上还没教 咱们要想回卡 想回卡都做回卡 导游也要做回卡 因为对陶艺无法割舍 离开了两三个月后 又重新拿起泥条 这次一做就是一辈子 并誓言要一直做到气力用尽为止 拍打配体的声音是那么有节奏 就如同老师傅蒋冯荣的一声 看似单调 但却是如此的规律执着 所以我们这个丁金的金型 其实是从生活环境开始培养起的 从他对这一段事情的一个态度 从他对这种技术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经历了几十年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如同在过一个日子一样 因为他每天的日子都一样的 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 他也不会因为他的工作而单纯 觉得无聊 因为他背后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一直努力到他有一天他不能做的事 所以我想师傅的一个结束是在于说 可能他已经没有办法 没有这个力气去绕这个泥土结束的 像一把火燃烧到这个火没有很力气 它自然就洗掉了 我想我们也对这种传统的技术 抱着这种尊敬的这种态度 让这种绝火能够发挥到它淋漓尽深 到它洗掉为止 一份工作一做就是几十年 纵使这个行业已经没落 但老师傅这些年来 却是风雨无阻 坚持走同样的路 绝不放弃 原来老师傅传达给我们的 早已不只是记忆 而是对于这份工作 认真坚持的态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